东里派出所的警员曾玉云在执行勤务时发现侠内有民就不幸身亡 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平常生活开销是仰赖先生工作支出 而这时候呢就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 无法负担庞大的伤葬费用还有后续的生活费 原警得知讯息后也透过管道向新北市刑德慈善会通报 顺利协助家属申请到急难救助金 东里派出所警员曾玉云担扶勤区查勤时 发现侠内有民就不幸身亡留下妻子跟幼子 平日生活开销杨赖先生工作支出 顿时家中失去经济的支柱 也没有办法负担这笔庞大丧葬费以及生活费用 原警知情之后透过管道向新北市刑德慈善会来通报 顺利协助家属申请急难救助金 非常感谢新北市刑德慈善会发挥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的精神 关怀弱势居民的心意将爱心传递到各个角落 分局将持续查访关怀辖内的弱势民众以及独居老人 转介爱心物资以减轻偏向弱势家庭为生活苦恼的压力 让社会更加祥和文心 平安喜乐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 平安心思心为强谱 请不吝点赞 开门